当地时间7月14号 中国海军第17批护航编队 与欧盟465编队 在亚丁湾西部海域 成功举行了中欧金星2号 海上联合反海盗演练 这次演练 中方参演兵力为导弹驱逐舰 长天舰 综合补给舰 潮湖舰 隔一下直九舰载直升机 欧方参演兵力为 德国导弹护卫舰伯兰登堡号 西班牙近海巡逻舰 雷兰帕哥号和一架海鹰舰载直升机 双方护航编队指挥员 共同指挥了联合演练 演练内容主要包括编队运动 海上航行补给 主炮对海射击 灯光通信等7个科目 上午起点 双方舰艇抵达约定会合点后 首先进行通信检查和联络官换乘 随后四艘舰艇在长春舰指挥下 分别组成单纵队 方卫队 左航队等队形进行机动 期间 两架舰载直升机先后起飞 担负巡逻警戒任务 九点整 编队运动结束 长春舰高速前出 在直径海域担任编队警戒任务 潮湖舰接过指挥关系 依次指挥 柏兰登堡号和雷兰帕戈号 占领左右闲普吉阵位 采取游带传递的方式 成功进行了模拟补击 10点30分 编队组成右航队依次占领阵位 在雷兰帕戈号指挥下 组织灯光通信演练 依次传递信号 准确率达到100% 中午12点30分 主炮射击演练开始 柏兰登堡号导弹护卫舰 布下扶体靶后 指挥编队舰艇 按照雷兰帕戈号长春舰 柏兰登堡号的顺序 组成单纵队 依次队扶体靶进行主炮射击 四射两发 四射两发 预备 放 经过半个小时射击 编队舰艇的数十枚炮弹 命中扶体靶周围 下午三点演练结束 通过这次联合演练 进一步探索了联合防海道的方法录制 并在指挥通信 海空协同 武器使用 海上补给等方面 建立了一些成功经验 对于共同维护雅甸湾海域的 国际航运安全 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